我們現在開始上的東西叫做摩擦力 這是一個重點 摩擦力就叫做摩擦阻力 就是要會一個阻止東西運動的力量 我們在推東西的時候它如果很光滑 摩擦力很小你就容易推動 如果它很粗糙摩擦力很大 我們就不容易推動 所以有個摩擦阻力阻擋我們的力量 所以我們說我們國中交流的摩擦力就是在阻止物體運動的力量 然後有兩種 一種叫做靜摩擦力 一種叫做動摩擦力 東西在靜止的時候的摩擦力叫做靜摩擦力 東西在會運動的時候的摩擦力叫做動摩擦力 然後所以呢這兩個圖 這個圖有幾個重點 這個圖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你看得到我們的所謂的靜摩擦力 它不是一個定值 它會一直往上升 靜摩擦力也不是定值 它會一直往上升 往上升 往上升 然後這邊有一個點 最大值 到了超過這個力量之後 東西就會開始動 這個叫做最大靜摩擦力 這是一個重點 當然會教 然後就掉下來了 變成所謂的動摩擦力 所以 重點一 我的 靜摩擦力不是定值 重點二 這個 施力超過最大靜摩擦力 東西就會開始動 重點三 通常 動摩擦力都比 靜摩擦力來的小 都要來的小 OK 所以叫靜摩擦力 從靜止到準備開始動的時候的摩擦力 叫做靜摩擦力 然後呢 我們對它推一個力 我施一個力給它 然後它居然不會動 表示合力是0 那誰跟我變成合力是0 就是我的靜摩擦力 合力是0 前面教過兩力平衡要怎麼樣 叫合力是0 大小要相同 方向要相反 所以有一個重點 這句話 最後一個重點 推東西不會動的時候 施力就等於靜摩擦力 靜摩擦力就等於施力 有一個10公斤重的東西 我推1公斤重 你要推它 它沒有動 請問你摩擦力多少 就是1公斤重 靜摩擦力 等於外力 這是一個重點 因為我的靜摩擦力 跟我的外力兩力 平衡合力是0 所以大小要相同 方向要相反 所以就是重點 靜摩擦力等於外力 這個圖上面顯示 紅色箭頭向右 是我的外力 綠色箭頭向左 是我的摩擦力 紅箭頭跟綠箭頭 大小相同 方向 相反 重點 靜摩擦力等於外力 動摩擦力 動摩擦力 是東西會動的時候的摩擦力 叫動摩擦力 這個動摩擦力 所以我們通常上圖上顯示的是一個定值 意思就是說 跟他的運動的快慢沒有什麼 關係 但是他跟運動的方法有關係 有種叫滾動 滾動 有種叫滑動 通常是滾動的摩擦比較小 滑動的摩擦比較大 不過我們在國中的時候我們 極少討論 動摩擦力 很少出現動摩擦這回事 看一看就OK了 所以 剛才講過一個重點叫做 動摩擦通常小於最大 筋摩擦力 第二個叫做 動摩擦力是跟運動方法有關 通常是滾動摩擦小於滑動摩擦 滑動摩擦 那摩擦力我們國中程度 我們都說跟運動方向相反 我們都說跟運動方向相反 考試的時候問你 你也跟他說相反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情形都這樣 這個例子我在國中舉過 有一次高中出來問我說 老師是不是一定相反 我說不是 你在高中就不是 舉個例子 腳踏車往前走的時候 腳踏車往前走的時候 你的摩擦力是往前的 原因是因為你的輪子向後轉 摩擦力向前推 車子往前走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 最後的結果是 摩擦力的方向跟運動方向相同 但是這種事情國中基本上不討論 所以平常好處你就跟我說 相反就好 一直都是說 速度向六 摩擦力就向左 速度向西 摩擦力就向東 這樣子 ok 好了解一下 這是一個重點 這是一個重點 叫做最大靜摩擦力 一個十公斤的東西在這裡 我施個一百克重推它 不會動 再施個兩百克重推它 還是不動 我力量直腱 加大到某一個瞬間 只要超過它我東西就會開始動 這叫做所謂的最大靜摩擦力 攻西恰可運動的摩擦力 叫做最大靜摩擦力 最大靜摩擦力 跟接觸面性質以及正向力有關 接觸面性質就是 這個接觸面是光滑的 還是粗糙的 比較光滑的摩擦力比較小 比較粗糙的摩擦力會比較大 在這件事在國中也幾乎沒有討論 在高中會變成一個 μ 一個係數μ 但是我們國中只有哪一個正向力 單位跟你解釋正向力 重點一個叫做跟接觸面積沒有關係 跟接觸面積沒有關係 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 我們這裡 這個 這個東西 我這樣子放 最大靜摩擦力 10克重 這樣放呢 還是10克重 這樣放呢 10克重 有關 然後跟接觸面性質有關 跟正向力有關 那麼 要 施力如果超過最大靜摩擦 它就會開始動 所以這是個重點 好 正向力是一個要了解 我們後面還會再出現一次正向 壓力的時候 物理上習慣用正向這兩個字代表垂直 所以正向力就是跟接觸面垂直的力 國中的程度大部分都是重量 但不一定是重量 這個就是重量 重量壓下去 垂直接觸面 所以正向力就是重量 這個 重量 放在斜面上 垂直斜面的力跟重量一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垂直分力 你再小一點 這種體積在高中會很多 在國中很少 在國中很少 因為我們現在不太處理這種問題 但是你要知道其實不是 真的也不是 就往上面拉 分解一個垂直分力跟水瓶分力 那請問你這個垂直分力是會抵掉重量 所以你的真正壓下去會比重量大更小 比較小 那如果這樣子呢 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減低分力 那這時候這個水瓶分力會跟重量相加 相加嘛 因為同胞叫做上下 所以這個正壓力重量 這個正壓力重量來的怎樣 這兩個是國中生比較會出現 比較會出現 所以重點是 我們的我們的考試題目裡面 大部分的正向力指的都是重量 但它不一定是重量 重點是它的接觸能怎樣 垂直 尤其是後面兩個主要看清楚 那個正向力就會改變 跟重量不一樣 OK嗎 OK很好